网络是个好东西,可以让我们不出门眼观八方 耳听四方,但是网络同时也成为了某些人的工具 黑子利用网络造谣绅士赚钱 水晶利用网络攻击大人 键盘侠利用网络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总之,谁红就diss谁,看谁不顺眼就diss谁 这部,张艺和杨子深受其害 1.张艺,印象中,张艺一直是个低调的演员 他没有初衷的表位,但是却有一副正直的面孔 所以他出演的很多影视都是正派的角色 警察和金元演起来,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信手年来,当然这也离不开他曾经经历过的军旅生活 使得他得到锻炼,张艺接受过一段采访 他跟主持人说,我早上用洗脸盘去洗脸 下午又拿去掏粪,晚上洗干净后再拿他来包饺子 军旅那段生活真的不容易,特别苦 也正因为这样,造就了张艺特别能吃苦的性格 拍的很多影视,条件环境有的特别恶劣 张艺闷头骨干,毫无怨言,不像有的演员 吃不了苦,替身几个,还埋怨颇多 张艺还是个演技派,他的演技演艺圈有口接杯 有一部作品,至今还记忆深刻 他主演的金毛飞上天,表演的非常有层次 情感真实,表情到位,感觉演得真好 也正是这部剧让他获奖 但是就是这么一位低调,能吃苦又有演技的演员 被某些黑子,水军和键盘侠看不惯 所以就来第四咖 起因就是前段时间,他主演的狂飙 张艺在狂飙中饰演缉毒的警察安心 出场就自带光环 很少观众能看懂其中的层次变化表演 而张颂文饰演反派角色,张颂文演的高启强 层次丰富,从一个卖鱼的底层平民一步步变成黑帮老大 反派角色深入明星,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 在很多人眼中,张颂文的演技调大了张颂 所以有人对张颂的演技产生了质疑 也有的人甚至翻出了他的黑药 质疑他的人品,说他难伺候 还有的人看到张颂删掉了狂飙的宣传语 怀疑他跟狂飙导演不合 更有的人说他是吸霸,觉得自己的演技很牛逼 听不尽别人的意见 这一条条的污点都在诉说着张颂的不是 但其实都是没有真评实据,不分捉影罢了 面对这么多流言蜚语,张颂没有做出回应 选择了沉默,自私无声甚有声 但是,真竟不怕红炉火 张颂的演技是惊得起考验的 他是谁首播就成收视冠军,口碑炸裂,好评不断 霸评各大屏幕,果然能打败他的还是他自己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这回,水晶,K子,键盘侠你们总该闭嘴了吧 二,杨子除了张颖,杨子也是经常被各种K 杨子在国内也是顶流明星了 实力和流量级一身 成为水晶,K子,键盘侠DIS的对象 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天再吃一个瓜 杨子穷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但是,有的人却跑到杨子微博下面留言恭喜杨子获奖 这个瓜够大了 有的人说是杨子自导自演 花钱买营销号为自己营销人气 也有的人说杨子的粉丝脑残 连杨子和杨子穷都分不清 这个瓜真替杨子不值 他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成为众人口拔笔珠的对象 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看得出来 这是黑子营销号和水晶的所为 无非就是利用杨子的人去为自己博得观众眼球 获取流量赚钱的把戏 为什么要把错误怪到杨子身上呢 还有之前张小凡爆料了杨子和流行一之间为蛋糕事件 真的是五中生有,不分捉影,没有真评实据 在那里叫嚷嚷,然后又有一大堆营销号 水晶,键盘侠跟风起劲,好像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实际抹黑杨子,抹黑别人很好玩吗? 杨子是挂了你家粉丝,还是损害了你的利益? 要这么抹黑一个好女生呢 幸好还是杨子自己出面澄清这个事件 舆论这才戛然而止 网络黑子,水晶,键盘侠真的是太可怕了 看过杨子的综艺,影视和身边好友的评价 觉得杨子是为谦虚待人 为他人着想,低调有演技的演员 之前他主演的《沉香如泻》播出的时候 网络上说,曼紫一演得只吸咽压杨子的演诞 曼紫一跟杨子解释不是自己团队搞的 他想把微博澄清,但是杨子让他保护好自己 让巨方去处理就好 曼紫一还说杨子在拍戏的时候 自己有什么问题问杨子,杨子都是很耐心解释回答 可见杨子的人品是真的好,为他人着想 而杨子的演技是出了名的,特别是杨子的哭泣 真的好有感染力,每次看完我都两眼泪汪汪 感同身上,他的哭泣是发自魅心的 还有他的灵动的表演,一点不做做,真实 这两位演员有演技,谦虚待人,低调做事 不希望有一天被埋没在水晶、黑子和键盘侠的口下 在这个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 请大家多一些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不要被水晶、黑子和键盘侠带天 成为网络他人的帮凶 谁红就低似谁,看谁不顺眼就低似谁 这种畸心现象 请到此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